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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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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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探得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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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照理说 大王这回肯定没辙了 是啊 仍以为三日之内必定上门 可现在都五日了 难道 让我去见他 是 唐国的军粮 一定能借得到 我与刘丞相 现在等同于暗战 他凭什么保护 如果是自己的女婿 就一定会帮 女婿 你让我跟刘丞相攀亲 这是唯一的办法 现在满朝文武 都为刘家马首是瞻 面上对大王败负 底下却是绊子 这把大火 就是最好的例子 是我叔父 我应该派众兵 看管粮草 即使这次粮草没被烧 下次还会有 其他的事情发生 一切的根源 都在刘丞相一人身上 大王 您现在羽衣未封 跟他对的干 只会吃亏啊 不如韬光养晦 但时机成熟 在清军策 顾王全 大王 军情刻不容缓 您不要再犹豫了 是到如今 也只能这样了 大王 刘丞相 有三个女儿 是哪一个有什么区别 我娶的不是他刘家的女儿 是他刘家的权势 你下去吧 是 大王 您可千万别动怒 刘丞相 他的确就是这么回的 你说什么 你再说一遍 丞相说 您在这个节骨眼上 提出娶她女儿 是为了筹措粮草 不是真心的 心慈小姐 是丞相的掌上明珠 她把小姐进宫以后 受委屈 这个老狐狸 看来她是铁了心 要跟我作对 那可怎么办 成不了亲戚 以后可就要 成对头了 这个亲 必须 但是前几天 是 什么 什么 是 不 我 我 我 刘小姐 师父呢 师父生病了 没有来 生病了 前两天不还是好好的吗 有让郎中给瞧过吗 听郎中说 师父沾染了风寒 携风入体 据说没有什么大碍 本来早就和师父说好 近日为我家小姐画像的 没关系的 你跟师父说 让她好好休息 身体要紧 是 那平儿 我们回去吧 小姐留步 请不吝点赞订阅 请不吝点赞订阅 为什么 只有记在心里 才能画出精算 还未来 什么事 我还可以说 最后一位 记得 什么事 准备 帮子 感谢观看 我这手里分明是拿着扇子 你画的这是什么 这是绣球 女子见到仙仪的男子 就会抛出心中的绣球 是也不是 丁儿 今天时间不早了 我们先回府吧 对了 你帮我把画拿过来 我家小姐的芳蓉 岂容你这灯兔子私留 她已经是我的囊中之物了 大王 打算几时再见刘家小姐 您看 还需要老奴再做安排吗 不必了 大王英俊潇洒 是人中之龙 寻常女子 必定一见倾心 可惜那刘家小姐心高气傲 未妥善起见 大王还是多见几次为好 我说不必就不必了 大王您是不知女儿家的心事 她就算欢喜 出于矜持 也会沉默 大王 这个时候 更需要您主动啊 男女之间的事 你一个燕人懂什么 大王 您自有天命 总有一天 您要统一七国成为霸主的 不因为儿女之情所困呢 多情之人 难逞大事 这不是通向宁心宫的路 我怎么走到这儿来 大王无意之中 想看望慕容夫人 大王 怎么不去了 乐园 这话都枯萎了 扔了吧 是啊 怎么都枯萎了 都在坪中 差了七八天了 什么话都早就枯了 八天 苏恒他八天都没有来看望 为什么他这么久 都不来看望 八天还算久吗 后宫又不是寻常百姓家 一夫一妻 天天对坐到白头 有些夫人 八年都见不到君王一面呢 我不信 苏恒他不会这么对我 福人 您去哪儿啊 夫人 您这是要去干什么 我找苏恒 大王正与朝臣商议重要事宜 夫人此事觐见 恐有不便 难道这么快 他就厌烦我了 千万不要为了人类动了七千六欲 当你为他们人类流泪的那一天 就是你万节不复之事 就是你万节不复之事 苏恒 你不会负我吧 莫言哥哥你回来了 我担心了你一整天 我今日带兵去探了一下郑国俊勇的叙事 打仗的事情我不想听 越听越担心 那好啊 这一整日你都在忙什么 不许看 我的衣服 这一坨是什么 这 这是我绣了一天的字 是军服的福字 福字 还真看不出来啊 我听说姑娘家 在喜欢的晴郎的衣服上 绣上自己的名字 就好像 在自家的牲畜上 打上烙印一样 我绣了一天的字 怎么到你嘴里变装畜生的事 笨丫头 笨丫头 让我来吧 干嘛 你是要在我身上也烙个烙印吗 是啊 我怕那些不长眼的人 错把你牵回家 讨厌 坐 你看见哦 在这儿呢 这一次啊 我们回去就成亲 在梦里 你该不会是担心我的身体 我是担心 我太帅 会被别的姑娘抢去了 谁要是敢抢你 我就揍她 你放心吧 总有一天 我一定会把这字 绣得好好的 好 我教你啊 好啊 来 我再跟你修一次 是这样 世子 世子 谁让你来的 我不是说过 不要打扰我吗 饶命啊 世子 是成国那边来了消息 我知道世子您心急 所以才忘了世子您的规矩 五里成来消息了 是宫里的 是不是慕容安的 快给我 他过得不开心 对 我就知道你一定过得不开心 苏恒 因为你得到了他的信 你们就能在一起吗 你们不会有结果的 等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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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等着我 你等着我 在他身上输体通态呢 放着吧 是 夫人 大王大小事宜 常常挂心 夫人 夫人应该高兴才是啊 高兴 我要的不是他的东西 我要的是他的人 他已经好几天都没有来了 大王毕竟是王啊 有那么多国事要处理 如果整天陪着夫人 只怕大臣会议论纷纷的 王 如果世事都不能按照自己的心意而活 那么要王位 要王土 又有何用 我也听说一些 一些传闻 什么 好像朝臣们 要大王 迎娶夕夫人 大王 您已经多日没去宁心宫 探望慕容夫人了 她还好吗 好啊 身体自然是健康的 只是听宁心宫的宫女说 夫人她 她怎么了 听说夫人老是看蝴蝶走神 看着蝴蝶走神 她是想念她的来处了 我去看看她 嗯 夫人 您不能这样去找大王 若是大王知道是我嚼了蛇羹子 非杀了我不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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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夫人 这是什么呀 啊 又娘 从屋檐上掉下来的 夫人 前面就是宁心宫了 慕容夫人要知道大王来了 一定很高兴 眼下去见她不妥 我看今日还是算了 可是 大王 走吧 苏衡 苏衡 慕容 苏衡 你终于是厌倦我 如果是 你把话说清楚 我马上离开 不是的 你想错了 如果我的寝宫都不容 你还让我想什么 有些事情 我现在没法跟你解释 你 受优伤 对 我 你 我 你 我 好美啊 原来 这些天 你一直在做这个 那你开不开心 这是在宫里 我按照你的习惯 特意被你准备的 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苏恒 这真的是为我做的 喜不喜欢 以后你就留在这里 我不再让你学什么宫廷礼仪 我也不让外界的族人来打扰你 这里只属于你我 这是我们俩的世界 你说好不好 嗯 都给我拖出去 把这些爱交舌根之人的舌头 都给我拔了 乱刀砍死 走 走 走 大王息怒 不要伤了身子 大王 若真打算和刘氏一族联姻 那慕容夫人那里怎么办呢 以她的个性 早晚也得出乱子呀 我要留的人 必须留住 我要做的事 没人可以阻止我 可只是包不住火的呀 慕容夫人早晚得知道 你以为 我为何要在宫中修建迷雾森林啊 大王是想 记住 严密封锁消息 不许任何人进入森林 更不许将消息 透明慕容安 不许任何人进入森林 是 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女儿闷得很 所以就跟平儿去画院逛了逛 你手里拿的是什么东西啊 就是一幅画 一幅画给爹看看不打紧吧 不打紧 来 来 来 拿来 呦 画得很好啊 是啊 你看看 这画风古朴自然 细势磅礴 有如行云流水一般 好啊 亲子啊 画这个画呢 是个有才华的男子吧 哎呀 爹 我 这我怎么知道呀 我只是觉得这画漂亮 所以才把它收下了 哪想那么多呀 女儿啊 这到底是哪家的才子啊 娘 我真的不知道 我突然觉得累了 要不 我先回房间去休息一下 你们慢慢聊 嗯 别 我们走 亲子 老爷 咱们家女儿啊 可能有心仪的对象了 老爷 你怎么了 你可知 这幅画 出自谁的手 谁呀 苏衡 大王 画得真好 是啊 小姐 这鸟画得真像 是啊 画得真好 画得这么好 肯定是有心人 平儿 你帮我挂起来吧 小姐 这画要挂哪里呀 哇 平儿 你就帮我挂在这儿吧 想必小姐是要天天对着这张画 独物思人啦 平儿 等一下说 站住 你胡说八道 站住 你是说 司空这个老家伙 真想把他自己的女儿送进后宫 是 最近朝上 大王对司空大人 颇有笼络之意 司空大人 是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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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说 感谢观看 好了 我知道了 你下去吧 是 你下去吧 大王 大杰 大王 前方大杰 慕颜将军偷袭成功 大胜正国 还擒获了对方的 正西将军 那可是郑国公的亲侄子 现在郑国军队 军心大乱呢 接着说 现在 郑国军队后退三十里 已撤出我国境内 慕颜将军率军追杀 作罢上说 多则十天 少则五天 必能一鼓作气 大兼敌军 果然是个好消息 立刻拟职 大王的意思 可是要嘉奖慕颜将军 鼓励他速战速决 指导郑国都城 大王的意思 感谢观看 小姐 马车都准备好了 我们走吧 再等等吧 这是最后一天 是不定他一会儿就来了呢 小姐 你这句话都已经说了十七八遍了 我耳朵都听出茧子来了 哪有这么多 最多 最多就两三遍 完了完了小姐 你的魂已经被那个画画公子给勾走了 哎呀 粗鲁 小姐 我读书不多 说话自然粗鲁 可是小姐 你爱听啊 句句都说到你心里去了 好了皮乃 你就别闹我开玩笑了 你看雨都下这么大了 我们走吧 平儿 再等等吧 万一 哎呦 我的大小姐啊 下这么大的雨 还有谁会四处乱跑 她肯定不会来了 我们走吧 走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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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